胡锤干潮 这很重苦 这么些年来 其实我蛮喜欢京剧的 我不知道从何学起 或者是怎么入门 它是有一定的门槛 所以这一次很感谢 人民日报给我提供了 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跟胡老师学习 从声音的发声体系 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是它传承下来 这么多年 它是必须要按照 这个条条框框 它的一个声音模式 就完成 这才是京剧 或者是我们的戏曲 那么夕阳的发声体系 它可能还有一种更自然的 包括腔体的运用 它不一样 今天学习的最大的难度 就是发声体系 对 我们就学的那个音乐剧 因为音乐剧是通过现代的这种科技 舞台上呈现一种富裂堂皇也好 或者是更现代的这种音速 运用了现代最流行的音乐方式去讲故事 那么现在中国传统的美学 更注重的是写意 虚实结合的更多一点 因为我今天看到老师的眼神 一个台步走 走了一圈 给人讲 讲很多异象的东西 但是他们整体的这种 外在的表演形式 其实是还是相同的 他的这一朝一世 不是一日两日 你能刻骨训练 它真的是几十年的功夫 所以说我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学这一些仪器合成这太难了 我只会带来一个小小的 参与的一小部分 很有趣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戏曲作品